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10月25號星期五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昆仁分析師 預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還有今天是星期五 也預祝大家有週末愉快 天天開心 那當然一樣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昨天的台股下跌了142點 然後成交量的話 大約在3600多億元而已 昨天是一個屬於價跌 量縮量沒有太大的變化的過程之中 其實這短線上面行情 我認為都還是可控的 昨天的台積電 如同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包含了像是華為出貨這件事情 或者像是三星 英特爾 要結盟要打台積電這件事情 都不會有影響 因為這些都是鬼故事 因為這些都是新聞媒體報導出來 要嚇你 要讓你害怕的這種行情 但是其實昨天你會發現說 台股下跌的過程之中 有沒有 台積電瘦在平盤了 可是你會覺得 你有台積電的人覺得 不是很開心 因為前波高點1100塊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回得去 然後另外的話 你有中小型股的人 應該更不開心 因為你看昨天的中小型股 跌了1.4% 然後之前不是大家在喊說什麼 台積電 報名牌 矽光子 COVS 結果矽光子的股票 訊星跌停板 然後COVS的股票 這個 均華在跌8%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 最近都有不斷不斷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幾檔 還不錯的股票喔 而且昨天喔 這這這這有沒有 昨天是早上8點25分看一下 那個畫面清清楚楚 中視頻道 你現在在收看的頻道 昨天我跟大家說過了 8249的靈光 然後昨天一講的時候 馬上就追漲停 馬上就漲停板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我拜託你 那個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就突然就給他去做一個 看到開高就給他衝下去 因為我跟你說過了 現在開始會有很多的一些 領先布局的中小型股 尤其是一些法人 那這些法人我跟你說過了 這些都是像投信 投信的股票從現在開始 任養的 作帳的會非常多 而且我跟你說 早起鳥兒有蟲吃 有錢賺 請你透過我交給大家的一些觀念 比方說像是投本筆的這個觀念 不是單純的看投信的買超的張數喔 而是你要知道的是用投信的買超張數 去除以一家公司的股本有沒有 因為股本越小 相同的張數之下 相同的買超的金額之下 它的影響力 投信的影響力越大 然後我告訴你 不一定是投信去拉漲停板的 而是有些盯著投信在看的人 所以我也跟你說過了 我們沒有在跟你天天 在跟你亂槍打鳥 天天漲停板都是我的股票 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告訴你 有一些大的方向 有看到好的股票 都會在我們節目裡面 來跟大家做分享 跟你做分享 好嗎 來 所以回來到台股 跟國際股市的一個動向 我不希望天天就跟你報名牌 漲停 漲停 漲停的 要不然你就看別的節目就有了 但是我跟你說過了 追8% 追9% 然後去叫會員去買 然後漲停板的時候 再開牌跟你說 恭喜會員現開 現漲停 現買 現漲停 那種事情太low了 那已經是過去的老頭顧 在做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在跟大家分享到的 我在跟你分享到的 是告訴你全球的大方向 台股跟著美股走 台股跟著經濟的數據走 走完之後 台股才有自己的選股的方向 所以台股一定得要跟漲跟跌 國際股市 那最近的國際股市的部分 尤其是在美股 有一點比較偏震盪 那震盪的原因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最近的川普 他的那個聲勢又開始高漲 如果你去看一下那個川普的賭盤 就是美國也有大選 美國大選賭盤 你去看一下的話 竟然超過了60% 六成的機率會當選 哇 那這樣子11月初 他們要投票的時候 萬一如果真的川普當選的話 那萬一川普又要來什麼 什麼對台積電下重手 課稅 幹嘛又幹嘛 收保護費 台股不就完了 所以這是現在短線上面 大家在擔心的事情 可能也是你正在擔心的事情 也是其他的節目 在跟你恐嚇的事情 可是我也跟你說過了 我們趕快回來到 國際股市的部分 來特斯拉 昨天噴漲20% 然後美債之利率的話 有略為回落 不過目前的話 也在4.2的相關的高位 10年期的公債值利率 所以美股的部分的話 是在震盪過程之中 略有回穩了 那回答股價上漲了0.6% 然後台積電ADR的話 繼續跌了1.46% 所以最近的台積電 我說過了 雖然它好像穩住了 但是我覺得有台積電的 投資朋友們 你可能應該還是不太開心 那昨天的美股的部分 沒有太大的一些 數據變化跟波動 不過比較有趣的數字的話 是初領失業 對救濟金的人數 它變少了 可是美股卻沒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飆漲 好 原因是因為 我跟你說過了 這些數字都可以被造假 那之前的過程之中 但是官方數據 你不能說它造假 反正官方一公告出來 你就得認好不好 之前的數字公告出來的時候 數字優於預期的時候 美股就開始漲 所以我就說 那個應該是後面有一些美化數字 可是我必須要理解它 認同它 然後昨天的 出領失業救濟金出來了 還不錯 降到22點多萬人 結果美股沒有什麼大漲 也就表示說 其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是 原來這些數字 背後都是經過美化過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 你現在這一任的 相關的一些官員 你未必會是下一任的官員 葉倫葉奶奶 我告訴你 如果當選川普當選的話 保證把它換掉 然後FED主席鮑爾 聯準會主席的話 不一定能換得掉 但是因為他也有任期制 所以你要嘛找自己下來 那你要嘛的話 就是到期的時候 就不要再續任了 所以這個可能會是 接下來的走向 所以美股在短線這邊 有一個比較偏震盪的 可是你看到特斯拉有沒有 21.92%的飆漲 原因是什麼 原因 兩大原因 第一件事情 他壓住了川普為當選 開始能做的事情 就盡量去捧他 然後能去買票的部分的話 他還抽現金蕾 有沒有看到 然後結果他的財報 公佈出來的時候 還不錯 然後你會發現說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認真的 投資朋友們的話 你會發現說 當你打開兩大報紙的時候 你竟然有看到 什麼 什麼 來 特斯拉五驚喜 台股鏈嗨 拜託 我們昨天就跟大家說過了好不好 所以昨天的節目 很多的東西都會變成是 今天的報紙的頭版頭條 因為我每天早上 五點半就得要起床 因為為了讓大家在 八點鐘的時候 看到最即時 最新 連新聞都還沒辦法告訴你的 全球的資訊 因為台灣時間跟美國時間 是日夜顛倒的 他們的美國股市才剛收盤而已 新聞怎麼可以跟你說這些 他們根本就是 昨天晚上12點就要解稿的事情 所以昨天就跟你說過了 特斯拉財報是有預期的 結果今天就變成是 報紙頭版頭條 有沒有看到 《經濟日報》 《特斯拉五驚喜》 但是我跟你說過了 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 你必須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遠 你要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利多或利空 你要提前去做反應 而不是等到新聞報導出來的時候 你才去做一個反應 所以這個是我節目 我希望呈現給大家 你可以把我們的觀念把它學回去 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如果你有需要我們協助 想要加入我們的會員的話 你可以來做相關的洽訊 我會盡全力的幫你爭取 相關的一些優惠的部分 那也順便跟大家做一個補充提醒 因為今天兩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他們下半部的部分 都是2646星宇航空 今天正式掛牌上市了 有沒有抽到籤 來 我直接給你看 我有認真去抽籤 因為有些價差比較高的 我會去抽籤 可是我共固 為中籤星宇航空 所以這個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是跟大家報好康 然後我就把那個分母變大了 然後結果我自己沒中 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如果你有中籤的話 我說過了 記得在你的能力許可範圍 去做一點回饋社會捐款給慈善機構都好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再做一個分享的部分 來 回來到台股跟國際股市 那我跟你說明一下 剛剛我說到的什麼什麼 軍華大跌或像是什麼 迅星跌停 或像是3363上全跌6% 或像是光盛昨天也跌了3%多 細光子發生什麼事情 我後半段 會跟你好好地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最近我相信應該又有一些人 他們追買細光子而被套住了 所以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會好好跟你教 如何去做一個應對 來 還有一點點時間 經濟數據還是給你看一下 因為出領事業就基金2.7萬人 這個我跟大家說過了 那美債殖利率的話 目前又回來到4.2的一個高位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在擔心 大家在害怕 萬一如果川普當選的時候 減稅 通膨 每在跌 殖利率深 所以最近的像TLT 或者像是我們自己的00687B 或者00679B 都有比較大幅的一個跌幅 可是那個跌幅也都在10%附近而已 一根停板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換股的話 跟著我們來做換股操作 可以幫你很快地把它賺回來 川普現在目前勝選的機率 已經超過了60% 然後這件事情的話 會很在擔心 短線上面的美股跟短線上面的台股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波動跟風險 我告訴你 會 必然波動 必然有一些震盪 但是震盪的過程之中 我直接舉一個例子 上一任2016年川普當選之後 我們的台積電 它一個波段漲了258% 這個也是之前在7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跟你提醒過了 所以現在接近11月要選舉的時候 我再來跟你再做一次提醒 因為之後的台積電會很辛苦 但是趨勢的力量 AI的力量 基本面的力量 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所以你要好好趁著這一波 如果有震盪 然後拉回鬼故事 然後挫殺的時候 可以逢低買進 因為明年的台積電 就是看1300塊的台積電 但至於低點在哪裡 我們會持續幫大家做關注 上一任的川普的任期 納斯達克也飆漲了143% 這都講過 那我被時間到了 來 下半段回來的時候 我再跟你說 接下來的一些炒股的重點 細光子跌停了 重挫了 怎麼辦 還有哪一些是投信報的名牌股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下半段再回來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早點名節目現場 我們每天早上8點幫大家做直播 萬一如果你沒有看到直播的話 你可以在我 陳坤仁分析師的YT頻道 看到回放 因為裡面的內容相當重要 因為我早上8點跟你講的時候 我一定是5點半 就起床來看國際股市 一些經濟數據 所以你在8點看到的一些東西 很可能 變成明天早上的報紙的頭版頭條 常常都這樣子 今天頭版頭條是什麼 特斯拉的 昨天就跟你說過了 但是這些相關的內容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把我們節目的一些觀念 把它看回去 把它學回去 因為真的不用擔心短線上面的波動 就像我們剛剛上半段在說的 川普 因為我認為他這一次的勝選機率 賭盤都已經跟你講六成了 我覺得一定得要相信他會當選 他當選的話 你就有一些東西要去做調整 因為如果他真的當選之後 接下來他會用一個比較偏向於震盪 就是一想到就給你喊一個利空 但是殺下去之後馬上就創高 還記得嗎 這都是有圖有真相的 2016年那時候 川普他當選的那一天 我們台股大跌了3% 270點 你會想說270點還好而已 我們最近都有跌那個千點的 可是我告訴你 當時的台股在9000點的位置 所以93 27 270點 現在的台股在23000點 所以23點乘以3%的話 就是大概700點 所以你要經歷那個700點的 一個震盪的行情 洗刷的行情 可能啦 但是一個震盪過後之後 然後你看到台股又站上了萬點 然後就一路走高 然後人家的美國股市 像納斯達克還漲了一倍多 台積電還漲了兩倍多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趨勢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川普 他本來就是一個生意人 他是來賺錢的 所以他本質裡面就是要做多 可是他不想要追高的時候 他就恐嚇你 他就可以買低點 然後就可以買低點之後再上去 每次都這樣子 所以你要懂那個邏輯 你要懂這些數據背後 不是為了嚇到而嚇到 而是你要在市場上面嚇到的過程中 逢低買 然後我也說過了 台股沒有基本面的問題 只有操作面的追高殺地的問題 這個我講過很多很多次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可以天天看著這張圖 思考一下 現在目前自己的邏輯 自己的操作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或者比方說 LINE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真的覺得我的節目 有一些幫助 可是你覺得好像 你不知道怎麼樣去跟我們 去做一些互動 詢問 討論 分享的話 LINE加起來 你可以跟我做一對一的對話 因為這是我自己親自本人的LINE 我會跟你去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節目上面的時間有限 可是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需要協助的話 再把我的LINE把它加起來 手機拿起來 照相功能把它打開來 掃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找到我的正版 不是盜版的喔 因為你現在收看的是中視頻道 來 繼續往下走下去 來 看喔 還記得我們前幾天 有跟大家特別提醒過 我的萬潤 我已經50%獲利了結了 我的上全 我也40 50%獲利了結了 然後我還特別跟你說 台積電法術會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堆的股票 都有利多實現 但是不是利多出境 這樣子的問題有沒有 所以我那時候還特別跟你提醒 台積電法術會利多實現 8點22分 10月18號 就是台積電法術會的隔天 後一天的一個情境 就像我們剛剛上半段講到的 如果你又看到新聞跟你說 細光子好棒棒 趕快去買 趕快去追 我告訴你 昨天的訊星KY就跌停了 因為也有粉絲在我的留言板 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特別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我說 YT留言板 是我的 不是中視的 是我自己陳坤仁分析師的 YT留言板 你不懂你就問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害羞的話 你就加LINE 因為有一位粉絲 也問我說 訊星為什麼今天跌停 我就說今天解盤影片 是昨天的啦 昨天的影片會看到會提到 你要記得要收看 那我也快速跟你講一下為什麼 細光子論基本面 告訴你沒有 因為那是明年的事情 但是股價會不會飆 你看這個是誰 聯軍 不要翻天了 我沒有買聯軍 我先跟你說 因為我買的是3363 已經買了 已經獲利了結的是上全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兩檔都超強 這兩檔叫領頭羊 這兩檔 它的股價是創高的 有沒有看到 創高的股價 創高的股價 那這種股價創高的股票 叫做領頭羊 因為你不敢買 有沒有 但是我們法人 我們買得很開心 這就是歷史新高的一個股價 但是如果當這種 歷史新高的股價 它如果開始轉跌了 也就表示說 你要小心 這個族群會稍微先休息了 所以聯軍昨天跌了8%多 然後上全的話 3363 來 上全的話昨天也跌了6%多 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沒有發現 綠色這條線是什麼 是不是月線 所以我認為它是創高回測月線 甚至測個季線 手穩再上 這是細光子 因為他們開始反映明年的利多 台積電的利多 可是領頭羊休息的時候 上全跟聯軍休息的時候 次一等的落後的 新聞愛跟你講說 你看那個聯軍漲上去了 這邊還有一個是訊息還沒漲的 你可以買訊息 我告訴你 慘啊 為什麼 有沒有看到 跟剛剛的3450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人家這邊的那個壓力 早就已經突破了 結果6451的訊息是 這邊高點還沒有突破 所以高點還沒有突破之前 我告訴你 有一堆人等著 去做解套的賣掉 所以這邊 它的壓力一定會相對來的沉重 所以有沒有看到 250到289這邊 有一大段的套牢的壓力區 所以它昨天前天的時候 到了這附近的時候 就不給過了 然後再遇到了 聯軍跟上全在轉跌的時候 它就跌停了 所以這就是你的想法 你喜歡去買落後的 補漲的 可是我們在做的是 買領頭羊 然後賺好賺的一段 然後獲利了結到 結果追這種落後補漲的 反而是被套到 所以這才是現在目前的問題 追高 殺低 然後看著新聞做股票 我雖然講的 還是要開心一點 因為畢竟 這邊現在目前行情 是很樂觀的 然後這邊的行情的話 是充滿著挫殺 充滿著機會的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如果你有這些套牢的 各股的問題 LINE 問我一下 好 回來到 害羞就加LINE 你好 你想要跟我們做互動的話 就像我們這邊有粉絲 你看 粉絲 這是阿明粉絲 然後留言之後 後面還有羊羊粉絲 還有我這邊 跟大家聊 跟大家分享 這些相關的觀念 來 往下走下去 這是最新最新 因為剩下14天還有3分鐘而已 最新最新 昨天的投本筆 還記得我們昨天跟大家說到的嗎 不是亂槍打鳥喔 我會幫大家挑出好的股票 在我的LINE上面 來 你今天可以留意一下 這檔 3021的鴻鳴 鴻鳴的話 它有AI伺服器的連接器 然後它也有相關的機器人的題材 因為它你有看到 投信也偷偷買了有沒有 剛剛開始買而已 它也是剛好它是投本筆的第一名 這樣個股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迅芯 雖然昨天的跌停 可是投信依然在做買超 所以也如同我跟大家提醒到的 跟你提醒到的 它不是壞掉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因為它基本面從來都還沒有反應它的營收 它的問題都是在短線散戶追高殺地的問題 你懂嗎 所以迅芯還可以留意 那大量昨天也比較重挫 它也是一樣 被短線客弄上去之後 上下起手之後 然後迅德還在排名在第一名 但是請你別追價了 因為該反應的利多 它大多都反應了 還有一些很好的個股 請你用逢低的方式去做一個承接 那回來到最後最後的時間 我認為川普的勝選機率 是相當高的 可是台股有沒有要緊 有沒有害怕 別擔心 別害怕 我在這裡 我幫大家好好著盯著台股行情 然後給你一些領先的資訊 台積電有沒有 歷史新高 這邊去做震盪 反應明年就是看1300塊 然後鴻海還沒過高 但是反應明年 它應該就要看225塊 甚至是230塊以上 因為它的獲利是漸漸往上去做提升的 然後發哥 準備會在月底開法說會 目前看起來這個底部形態 我認為也是漂亮的 所以這叫做是投資價值的發哥 只要他能夠守得住1200塊 我認為他往上走 1000到1400塊到1500塊那邊 他的前高的壓力區 都是可以去做一個挑戰的 但是不是我一喊 他就一定馬上來 而是他會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往上走上去 因為他們是全值股 因為他們是大牛股 那如果你有這些股票 你自己去做一個參考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 還是旺季行情跟作夢行情 跟作戰行情是持續啟動中的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然後待會在節目結束之後 趕快把我等Line把它加起來 還有如果真的需要 直接立即的結束的話 點電話就再打進來吧 一樣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我們盤中見 還有下個禮拜一早上8點見 加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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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